我睜開眼睛 發覺有臉正在控過來 而且很生氣的樣子 我認真一看 這個人居然是個女兒 整頭短髮 五官也很精緻 生得很漂亮 因為帶著一絲怒氣 顯得更加幹連潑辣 我擦擦自己的臉就問他 我臉是你打的嗎 那個女生 張開眼睛點點頭就說 沒錯是我打的 你為什麼要打我 我哪裏惹你 只見到那個女生 看著我上半身 戴著一種輕滅的笑 我蹲下頭 哎呀 原來我還沒有穿衣服 身上瘦猛猛 一點肌肉都沒有 難怪這個黃毛丫頭看著我笑 我蹲下頭去找回自己的衣服 黑找了一圈 竟然又沒有找到 奇怪了 我的衣服去了哪裏呢 這時候那個女生 又是聲大大地得過來了 你這個死色狼 你裝什麼 這當然是我房間來的 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是誰派你過來的 你房間 我蹲下頭 就想了一下 難道是昨晚下半夜 我起床瘦了 就摸錯了房間 似是 於是乎 我就反問她 這樣說 昨晚 我 我和你 睡了一晚嗎 呸呸呸呸 你就上了 姑姑奶奶昨晚有事 沒有在房間過夜 咦 我一聽就有點生氣了 看著她就說 既然是這樣 你又沒有什麼損失 我走在房間裡 你也沒必要打人 我們就這樣 扯平吧 說完之後 我就契弟走得摸了 衝了出她房間 那個女生還在後面叫 喂 你這個死色狼 還沒回答我 是誰叫你過來的 不過 我都沒有她這麼好氣了 一大早 就被人升了一巴 還被人當在色狼 唉 真是鼓著氣 走出她房間之後 我這樣才看到 原來 這一趟商房 足足有五六間房 我和廖光明是最一間 而這個女生是第五間 而且 她昨晚的房門還沒關到 才導致我昨晚摸黑的時候 走錯了房間 我慢慢走回自己的房間 原來廖光明已經起身了 她看了一下我就說 你一大早去了哪裡 我又有點尷尬 擺了一下手 就呼籤她說 我出去散步 廖光明有些懷疑 看了我兩眼 也沒說到什麼 但是 我自己 想一想都覺得好笑 哪個人 會大大赤裏地走出去散步 廖光明指著一下房間 就說 你還沒洗臉 快點去吧 一會兒我們就要去看看這間屋 我疼了一下就走過去 推開門之後 眼睛都瘋了 原來這間房間居然有衛生間 我昨晚還居然跑到大院那裡 安寧 還搞出她大頭髮 唉 真是人衰行路打到吞 我也不敢出聲 立著去洗臉 剛剛收拾完沒多久 李伯就開始進來 我們簡單地問候一下 他就請我們去大院那裡幫他看屋 我們跟著李伯就走出了房間 看到門口那裡還站著兩個人 一個就正是剛才打我一巴的那個女孩 而另外一個是個年輕人 看起來比我大幾歲 身材跟我差不多高 但是很大隻 生得也很帥 他背著一個爬山包 穿著一件寬大的道袍 看起來不倫不類 但也很有氣場 李伯見到我們跟著上來之後 他指著那個年輕人就說 來吧 讓我介紹一下 這位是何總請回來的廖大師和梁大師 然後他指著那個年輕人又跟我們說 這位是放大師 也是請回來幫我們看風水的 廖哥明疾了一下 看著李伯就問 你是什麼意思 請了我們兩個來 難道不相信我們嗎 我聽起來也有點生氣 那明白著是不相信我們 李伯看上去也有點尷尬 這時候那個女生眉毛一跳 他就說 哦 原來你就是我爸爸請回來的人 看上來他都露眼芬花了 都不戴眼識人 他說完這番話的時候 用雙眼就挖了我一下 我這樣才知道 原來這個女生就是何總的女兒 現在的情況就很明朗了 何總就請了我們回來 而她的女兒就請了那個所謂的放大師 哈 哈 你以前呢 兩班人就有些鬥法的火藥味了 那個放大師上前就走了兩步 就想跟廖哥明握手 他說 哈哈 你吧 講笑而已 我不是什麼大師 我叫做放師譜 只是在風水方面有些愛好感 還請廖大師你多多指教指教啊 我和廖哥明都氣到無煞煙了 誰有空理他 那個女兒擺擺手就說 哈 無數則 這時候 李伯走到了大院裡 突然之間好像受到什麼驚喜一樣 雞的腳就跑回頭 又擺胸口又擺腳 大聲就說 糟了糟了這次 哎呀 怎麼算好呢 怎麼跟廖總交代啊 我看著那副灌木 好像是我昨晚安尿的地方 我們這幾個人就圍了過去 看著那片灌木蟲 在大院裡還有好幾處 看起來好像是萬不驚心 但是實質上呢 是有目的地種的 應該是個風水報告 但是我們圍著的那一處灌木呢 那些樹葉已經開始發黃 和另外幾處灌木呢 形成鮮明的對比了 李伯還在那裡暗暗沉沉 哎呀 昨晚還是好好的 今天為什麼會死了呢 為什麼會死了呢 我心裡邊一直打鼓了 不會是我昨晚的一爆鳥 把這棵樹屈死了是吧 這棵樹是黃金做的嗎 這陣子那個放屍譜 走一走眉頭 走一上去 護低個身 用個鼻塑了幾下 這陣子啊 我好緊張了 這個年輕人 他不會聞到出來吧 放屍譜站起來 也沒有說什麼 就是控了那個女孩的耳邊 嘰哩咕嚕咕嚕了幾句 那個女孩聽完之後 眉毛一條 斜斜眼看著我和廖光明這邊 整面怒氣 我心裡邊就有點虛了 不敢正面地看他 那個女孩挖了好一會兒 然後又走上前 對著李伯就說了 好了好了李伯 或者是昨晚那些山貓野狗 在那裡窩了督尿而已 沒什麼的 明天我叫我爸爸 再買些回來種就是了 我們這裡 如果是有什麼事的 就請兩位大師幫幫忙就是了 李伯認了一聲 帶著我們 就從後院那裡走出去 我和廖光明跟在最後面 廖光明低聲地問我 是否你這個臭小子 昨晚在下面那裡餓了尿 我倒下頭就說 你怎麼知道的 廖光明哼一聲就說 那些呢 是一種西域植物 叫做青甲葉 又叫做小通草 一般是用來容量 有清熱尿尿的作用 但是在方術上 更多是用來改善風水 青甲葉 是用來點綴在大院那裡 既能吸收陽光 增加陽氣 對於這些陰氣比較重的大屋 很有作用 但是這種植物 最怕就是這一塊 本來呢 是雙生雙黑的 它本身就離了 但是呢 也都很怕尿 我一看這些青甲葉 騙騙法王 在我們幾個人當中 呵呵 就只有你能夠做出這些事 我臉一紅 也都不知說什麼話好了 於是我又問廖光明 那個姓放的臭小子 不會也都知道這些吧 廖光明送我肩膀就說 這些來容青甲葉 增揚的法子 在方術裡面就很普通 他既然能夠稱得上為大師 肯定他也都知道了 你有沒有看到他過去問了一下嗎 不過他既然沒有說破你 也都算是給足面你了 不是 我看你這次怎麼下台 我呸呸呸 我用鬼給他面子 不知為什麼 我看到這條小子 就覺得有點不爽了 那棵植物呢 只不過能夠幫這家老宅添一些陽氣的 要指望他扭轉家族的運數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也都不用太在意 我呸了一聲 我問廖光明有沒有看得出些什麼 而這陣子呢 我們穿過了三層大院 來到第一進的院子裡面 這層院子裡面有個影壁屏風 而且呢 又沒有見住房 顯得空空蕩蕩的樣子 這陣子呢 那個放屍舖呢 已經在那個影壁前邊 拉開了駕駛 從他的登山包裡面 就拿出了一些儀器 打開了個三腳架 架上面呢 有個類似照相機這樣的設備 有些像功勞測拐的那些工具 而放屍舖呢 就用他的眼 在那個儀器裡面 在那邊呢 不斷揣摩著這座老責 那個丫頭呢 在一邊配合著 不時用輕滅的眼神 掃過來我們這邊 我搓搓搓啊 對手就問廖光明 我們什麼時候動手啊 總不能夠 被那個黃毛丫頭看壞 廖光明冷笑了一下就說了 呵呵 故農懸虛 我看這座老責呢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是那個屏風呢 就有点小问题了 我走到屏风前边 看了一下上边 有些石刻在里 似乎是狮子滚兽球的图案 廖光明低声就说 这个何种心气很大 但是他忘记了 人的云数云势是可以调整 但是这座阳泽的风水 靠逆天来改命 做不到搞不好的话 还会识得其反 我指着那边影碧就说 你是说这个狮子刻得不对 我说完之后 就看到旁边的李伯 那块面一红一白 看他样子好像要哭 廖光明扯了一下我的衣袖就说 我的老祖宗 你别乱说 那个其实就是奇伦弃人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 打完仗就说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难道我连奇伦都分不出吗 廖光明又说 何种他一生牢独 又做了这么多善事 按你来说 家族应该兴皇才对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奇伦弃日的影碧 他是抬不起 气势和运数 都被这只奇伦压住了 李伯强一拍大腿就说 原来是这样 我叫何种拆了这边影碧 感觉行不行 廖光明又摇摇头就说 这个都还不是全部 奇伦压住了云势 最多都是影响他的生意 不会影响他的性命 这座老宅里面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 我们还没看出来 说完了之后 廖光明就在大院里面 来回地镀着布 我就偷偷地将李伯 拉到一边 小声地问他 李伯呀 那个放臭屁 是什么来头 李伯还以为 我介意他们请了两班人 于是解释就说 梁大师 这个不是我们何种的意思 那个放大师 是何种的女儿请回来的 我们都不敢阻挠的 李伯解释完之后 我又问他 你们何种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我看她似乎有些公主病 她叫做何莲霜 莲霜是个福姓 何种呢 叫做何莲霜 我们习惯呢 称呼她做何种 湘姑娘自小就嬌生惯养 现在呢 就在省城那里翻大学 她有些小姐脾气都很正常的 梁大师 你千万别介意 我摆摆手 看着那个放大师 正在指手画脚 哈 那个何莲霜 好恭敬地看着他 眼神里面 显出无限的崇拜 过了一阵之后 何莲霜走了过来 对着李伯就说了 李伯 方大师已经把我们家里的老责 就看过了 也都用精密的仪器测过 这座老责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人住得少的 以后呢 你找多些人回来 时不时开个火做个饭 增添人气 李伯听到这里 就连连点头答应 何莲霜又指着那个影壁就说了 方大师说 这个影壁呢 还要拆掉他 因为呢 他镇住主人的运气 李伯看了我们一眼 莲霜点头就说 是 是 这下呢 我对那个方大师也有点刮目相看 看来他还是有点资本的 不是那些招摇撞变的人 后来 方师普 又向着李伯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和这间屋应该改动的地方 我听起来 大多数都是一些风水上边常用的套路 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 但是从他的口里说出来 也都是头头是道 最后 李伯就笑着说 呵呵 你也好了 你们两位大师都是高人 说的基本上都是一样 我明天呢 就跟何总会报一下情况 找人来 把那个影壁就拆掉他 不过 怎样才能够改变一下 家族的运送呢 还要请三位大师 多多费心了 何年商这阵时就插嘴说了 车车车车车车 这个年头 什么人都敢成为大师的吗 李伯啊 我想他们是 偷听到我们说的话 才说和我们一样的 哈 我就有点心心不分了 明明是我们先讲影碧的事的 不过这阵时 廖光明都是不以为言 他对着李伯就说 你住老宅 我看就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阳宅改命不竟有限 能不能够带我们去看一看阴宅那边呢 我知道廖光明所说的阴宅呢 就是他们何年家族的数分所在 这阵时何年商又插嘴了 对了李伯 这次我和方大师就不和他们一起走 各行各路 免得他们鸩鱼充素 李伯勉为其难地望了我们一眼 而廖光明点点下头又说 没事的李伯 你只要告诉我们 他们家族的因子在哪处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们自己过去 当然啦 和方大师他们坐开时间就行了 李伯点点下头就说 好啦 阴宅呢 就在正西方向的侯山 上去之后啊 应该就很容易见到的 李伯说完了之后 就被何年商拉着方施谱就走出去了 我看着背影就说 哈这个黄毛丫头啊 是不是亲生的好似一点都不帮他老爸考虑 李伯就笑了笑就说了 呵呵 何总几年前和湘姑娘他妈来做婚 又找了一个 然后湘姑娘当然很生气啦 最近一直和他爹在这儿斗气 呢 何总我找了你们来 他非要说你们是江湖骗子 而且呢 他自己找回来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大师 那那个放臭屁是哪里找回来的 具体呢 我都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湘姑娘 在网上认识的 廖光明 冲着李伯揮了手就说 李伯 你忙你的啦 我们随便走走 看下周边的风水 然后有什么再找你啦 于是 李伯点点头就走开了 我问廖光明 我们都要去看阴宅吗 廖光明点点头就说 如果阳宅没问题呢 问题就出在阴宅身上了 我一听就有点急了 就和他说 那我们还不快点走 千万别被那个黄毛丫头占了先机 廖光明就有点哭笑不得地说 你以为是抢山头啊 何种家里面十几年的风水祸局 岂能够是这么容易看穿的呢 那个放大师 我看他呢 只是个理论高手 至上谈兵还可以 实际的堪测 我看他未必能够看出什么来 于是 我们沿着李伯子的路就上了山了 那座阴宅呢 应该在没多远的后山上面 但是这座阴宅呢 平时看起上来 应该就没什么人去啦 山路呢 看起上来也不是很明显 山路边的草 高到有半个人那么高啊 而路边不时看到 一座一座的沽粉 沽咽咽咽地坐在那里 廖光明就说 那些没阴宅的人家呢 通常会将仙人葬在大户人家的阴宅山下 想借一借大户人家的好风水 但是呢 这些只是一厢情愿 因子的构成是十分复杂 不是说你想借就能够借到人家的好风水的 因为在一座山里边 风水最好的呢 通常只得一两处的 讲话的时间呢 我们已经见到 一层又一层的坟头 很有层次的 一看就已经遇见了好几代的人了 廖光明带着我 从最下边的坟头呢 开始看 慢慢地向上走 那 现在我都算是半个上扎师了 而上扎本身呢 就分了阴宅和阳宅的 我最近看他那本天书的内容 大多数都是和阳宅有关 而阴宅那部分呢 是残缺的 所以我呢 亦都想借着这个机会 了解一下阴宅 我们看得就很仔细 很怕错过了任何一个细节 当然啦 看得最认真的 还是廖光明 而当我们爬上了山顶之后 算是将整个何年家族的阴宅都看了一次 廖光明站在山顶那里 向下扶持整个山体 又随着风向四周围转了身 最后拧拧了头 我问他是不是看得出来什么 有什么问题的嘛 廖光明就说还没有 这处阴宅的风水极为之好 但是能够结育的方位呢 不算很多 大多数的阴宅呢 未能够承受到这里的风水 所以都还是那个说话 小小的瑕疵呢 还不能够足以影响 何年家族的运数 我就有点灰心了 这个豈不是 何年家 阴宅和阳宅都没有问题吗 而廖光明刚刚还在说 阳宅没问题 出问题肯定是阴宅的了 这样看了又看 他又说阴宅没问题 这下又要怎么办呢 而廖光明站在最高地方的石头上 好像发现了什么 来回地转了几下身 向着四方八面索了几下 我站在他旁边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何年商和放尸谱走在我们前面 按理说 应该是早我们一步来到阴宅的 但是我们来了这么久 别说人 连鬼都不见到 那究竟他们去了哪里呢 我四周围望一望 除了树林就是坟头了 根本就望不到第三个人 而这阵时 廖光明突然说了一句 上车 你快点过来站在这上面看一看 我站在他那块石头上 廖光明他叫我 试一下闻一闻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于是我出来用我鼻去锁一锁 但是没什么怪味 廖光明又叫我向着不同的方向继续闻 这阵时我想起来了 在爷爷给我的那本残书里面 有一种抓风便密的法门 也就是说 闻到从风那里传来什么味道 可以辨别到风头那边有什么 这边有一定的套路 比如说 风是湿的 前边应该就有河了 风是咸的 前边应该有海 风是香的 前边就应该有村庄 因为煮饭的时候会散发着一些米香 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是需要上载师自己去体会和摸索的 但是我站在石头上 上边闻了半天 却是一无所获 后来我直接就问廖光明他到底闻到什么 廖光明就说 他闻到的是一股淡淡的丝臭味 我点点下头就说 这里是坟地来的 埋屍体的地方 有些腐臭味都很正常 廖光明拎拎下头就说 嗯 不对 腐臭味不是从地上转过来 而是从东北方位那里过来的 廖光明指下东北那边的方位 然后我就想 在残卷里面似乎没有提到腐臭味是代表什么 而廖光明很凌重地说 他有一种感觉 这个腐臭味应该就是何家风水和国的根源 他这样一说 我突然间就想到 何连湘他们两个人都不在这里 难道也都闻到这些丝臭味 找了过去 我将这个想法 就和廖光明说了 廖光明也都点点头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自己也是看漏眼 那个放肆谱 应该就不简单了 算得上来 我们在殷宅这里已经担购了很长的时间 廖光明于是就决定离开这里 去找那些丝炒的根源 我们沿着重林物馆转了进去 深一脚 淺一脚地往前走 我们似乎没有目标 走的方向唯一的依据 就是廖光明的鼻 我们走了好一段路 然后又停下来 辨识了方向之后又继续走 走好一段路之后 我亦都或多或少地 开始闻到一些奇怪的气味 那些气味似乎飘在风里面 有时从鼻息那里飘过 有时又随风而散 我亦都什么都闻不到 我问廖光明是不是指向这些味道 指向他点点头 我们走走走 很快就离开了那个阴地 完全迷失在重林之中 连东南西北都分不出来 我担高的头看看天色 似乎距离天黑 若莫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这阵子想翻出去也不可能 只能够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 又若莫走了半个小时 走在前边的廖光明突然停着脚 我立即也跟了上去 向前望了一下 我发现我们已经翻越了一个山头 前边出现了一处低蛙 而在低蛙那边的地方 出现了一层一层的大院 那个结构和何家的老宅差不多 开始我都以为我们绕了一个大院之后 也都回到何家老宅那里 但是认真一看 又发现眼下的这个几层大院 和何家老宅有明显的不同 何连家的院场是灰白色的 而眼下看到这个院场隐约之间透着红色 有些像是过去年代的工厂 我低声地问廖光明 你说放尸铺他们会不会是进了这个大院 有这样的可能 我们也要进去看看 我闻到的那些丝臭味 应该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了 等我们下了山坡之后 来到这个大院面前 我突然间也有点感觉 觉得空气当中 也透着一股清臭的气味 但是又不能够确定这些气味的来源 如果说我们看到何连家老宅 是一座民国风格的话 那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座 应该就算是清朝的建筑了 廖光明近看了这座建筑 更加肯定地说 不错了 就是这里 什么这里啊 我说的是 影响何连家族运数的根源 就是这里 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是我的直觉 再加上丑角 我就说 问题不是出现在他们的阳宅 而是在阴宅那里 但是 刚才不是 已经去过他们的阴宅了吗 唉 我们就是疏忽了这里 因为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 都算是阴宅的一种 只不过是 一个在地下边 而现在这个 在地上边罢了 这阵时我注意到 在这座大院的门铃上方 挂着了一块牌匾 我转过头去看 发现了上边有几个大字 賀年宗祠 原来 这个就是賀年家的祠堂 我知道 祠堂 就是一个家族用来制制祖先的地方 通常 会在祠堂那里供奉着祖先的牌区 同时 我现在也明白 为何廖光明说这里 都算是阴宅的一种 因为 这里有祖先的牌区 自然都算是祖先的住处 所以都算是阴宅 一般的祠堂 都会是家族举行什么大型活动 重大集会的时候才会用到 但是现在这座祠堂的大门 竟然是虚染住 我更加的确定 放臭屁和何廉商他们应该来这里 我和廖光明推开了祠堂的门 顺着门廊就慢慢走进去 这个何廉家族的祠堂 见得也算是富丽堂皇 在祠堂前厅的上空 挂满着牌匾 有什么世代流芳 同僅共荣 敬中朝德等等等等之类的 看起身也是颇具规模 同样迎面而来的 是一座麒麟玉套书牌封 繞过这幅屏风之后 正面摆放满满的牌位 而和这些牌位相比起身 更加吸引我们的 是摆在牌位面前空地上的三脚架 在牌位相比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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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牌位相比上 在牌位相比起身 在牌位相比起身 在牌位相比起身